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是离护国寺不远的年华胡同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俩字热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条安静的胡同变成了繁华的胡同商业中心 北京繁华的胡同不少 但是像它这么热闹的可不多 可以说是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条胡同全齐货了 即使你要买房子置地 或者有个头疼脑热的 都不用出这个胡同 可以说 这棉花胡同里的各种生活设施 绝对是样样奇强 仔细观察这条胡同的门楼 大多数是墙园式的 连寻常的如意门也不多见 因此可以知道 以前住在这儿的大多是平民百姓 而这闹中取静的六十六号院 就更加引人注目 但是大门口这两颗遮天蔽日的骨槐 就印证了院子的古老和沧桑 和周围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喧闹的胡同在这儿 一下子静了下来 这就是蔡厄将军的酒居 我们这个院子是老院子 一进来以后吧 你看这儿有影呗 这影呗呢 这地方一进来 这就是台阶 这后来下水道修的吧 这台阶全都没有了 人这边都有那个 听说是啊 有一个螺腾架 底下有小石桌子 小圆凳 夏天可以在那儿乘凉 这过去真是老院子 这间房子保留下来 就是这个篮子 这篮子这两个柱子 最明显了 这一溜 这点没接出来 这要接出来 这篮子也看不出来了 当年袁世凯想复辟当皇帝 蔡厄因反对而遭到无情打击 1913年10月 袁世凯将蔡厄调到北京 剥夺了他的军权 对他实行严密的监视 当时蔡厄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于是这所普通的宅院中 就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过去这是袁世凯庆家的房 他来的时候呢 就是把那蔡厄是在这儿 让他住的时候呢 是就在这儿住的 这不也就为了也是看着他嘛 他在这儿待了两年 慢慢地就是通过小风签 这么着才逃出北京的 是咱们都是听说 如今这个院子早已住满了居民 都让我们不禁猜想着他的过去 现在院子的主人说 曾经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士来过这里 说是要看看自己家的老房子 昔日的繁华已不在 但细微处花彩依然 就像小院前任主人的孩子们 虽然离开这里多年 但是他们却把对棉花胡同的美好记忆 带到了大洋彼岸 因为这条胡同 这些记忆早已在他们的心中 扎下了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